各位觀眾,又是來到我們Hong Kong Feel 又是我Happy主持這個感恩天地的節目 今天很開心,我們就是在錄影室的嘉賓 一堂,四位的嘉賓,來自不同的階層,很開心跟他們聊聊天 主要就是講一講,今年的11月1日,有個全港的感恩日的運動 坐在我身邊,其中這位就是邱老師,是一間學校的中心主任 我稍後會問一下他的關於工作 我們有位很可愛的朋友,Yolin你好,Yolin好 旁邊有一位明哥,出名的了,全香港人都認識的了 經常都出名了,派飯盒的,深水寶 待會和你聊天,還有廖老師,廖師傅,很大德的 待會我們再談一談 首先講一講,訪問一下,問一下明哥 你作為這個感恩日,你是做了這個感恩大使,是嗎? 其他兩位,玉琳和廖師傅,就是做這個感恩達人 我想問一下這個感恩日,主要是做些甚麼的,有甚麼特別的意義 就,這次很感恩他們能夠邀請到我參與這個感恩日的活動 希望在這個活動裏面能夠帶動多些正能量和感恩的活動給香港市民 讓他們在日常的生活裏面,在工作方面和人與人之間方面 都可以作出多項的感恩活動 和可以帶動更多人對這個感恩的看法 嗯,就是不是口說的感恩,就是日常的 還有我就知道你真的經常派飯 是的,那你講一講,為什麼你會選這個義工呢? 為什麼會參加這個大使呢? 其實我們都是很感恩,因為在面臨逆境那段時間 就準備上結業的了 但是真的很感恩得到社會力量能夠繼續支持我們 能夠令到我們繼續在社會裏面生存 還有希望能夠幫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哦,所以你的派飯這個活動曾經 就開始令到很感恩很多香港市民 就支持我們和參與我們的活動 那令到我們的活動可以一直持續 到目前為止已經持續了四年 哦,那你的對象派飯盒的對象 我們的對象大多數都是基層 還有獨居長者和無家者 有時候都會協助社會上面有需要的人士 大多數都是由政府的社福利署 哦,是社福利署推介的那些名單 對,去拜的那些協助 或者在隔壁名車告訴你 對,區議會協助 哦,區議會協助 還有這個善導會都有的 這個很好,補充政府的資源不足那方面 是的,他們的卡洞衛調 我們希望能夠支援它 哦,非常,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能夠讓我們參與這個活動 還有,其實我也很感恩很多年輕人 能夠支持我們參與我們這個活動 我也希望用這個活動 來帶同更多香港年輕人 參與社會的活動 希望他們日後在社會裡面 能夠用心去幫助社會 好,謝謝明哥 你真的很入心 看你派份合作很難得 有機會我都去幫忙 好,接著我又訪問一下邱老師 你的工作是什麼呢? 我看你好像很開心 又和他們一起跳舞 大家好,我是香港紅十字會 金賴迪中心邱老師 主要是教音樂的 其實都希望透過藝術的活動 令到同學能夠像我們校訓那樣 是用鄰演舞去參加這個感恩入的活動 希望透過他們的跳舞 他們的參與 他們的笑容 能夠帶給大家一個正能量 嗯,非常好 其實讀過程很辛苦 我想訪問一下 哎呀,玉琳同學 為什麼你會選擇跳鄰演舞呢? 其實很多東西 有人可以選擇什麼 打Bandball 打那些什麼 劍擊 劍擊,拿獎 為什麼你會選擇鄰演舞 因為我的病就是 叫做 原發性扭轉型肌精來不存 嗯 這個病是 會令到我手腳不太靈活 嗯 要坐鄰演 嗯 我覺得其實 坐鄰演都有很多好處 不是 就是 不是 就是 普通人覺得 你坐鄰演就像什麼都做不到 嗯 但是我覺得其實 你坐在鄰演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呢? 嗯 例如 嗯 我平時喜歡拍照 那麼 很多時候 要坐的角度 都是從上面拍照 或者從上面拍下去 那麼 普通人可以切後左右拍 那就不會有其他角度拍到 嗯 那麼 所以我覺得 可能已經拍照的角度 然後 紅得著也會多一點 嗯 挺好啊 這個看法 那麼 那 你問我為什麼會 撐了鄰演舞 因為 嗯 我手部說 廣東不是太靈活 那 由於我拿著鄰演 可以用一隻手 就可以 搞得定 那就可以控制得到好一點 那是不是學的過程 好多頻難 怎麼克服呢? 好 困難 因為他們坐鄰演 他們 因為不是跳獨舞 要群舞 所以他們的空間上 就是互相協助 都需要時間去訓練 是 那我想問同學 你跳的時候 又血又汗又淚 哈哈 整身濕透了 怎麼克服呢? 你怎麼用 有沒有用感恩的心情 就是說 很多人都坐鄰演舞 但是我很好 我可以踏鄰演舞 有沒有這樣想過 或者你有沒有想過 哎呀 為什麼我不幸運 我有這個病 入遠的天 有沒有試過 其實我覺得 我家人給了我這個身體 我覺得 應該是上天準備我一份禮物 哦 哇很好啊 我覺得是 一種缺陷 我覺得是禮物 很正面啊 真的 所以他經常都笑 是啊 我就是看到他 好好笑容啊 完全 哇 原來在一個新角度去拍照 就是我沒有想過 就是反而還比普通人 更加多角度去看 他的照片都有展覽過 是啊 咦有機會要拍給我們看一下 哦 好好好 在十歲的時候 嗯 所以說到這個武術 如果說 在小時候啊 其實在我們每一個年少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功夫夢 嗯 像小時候看到這個電視電影裡面的那些 舞打明星啊 那些動作 嗯 非常流利非常瀟灑 嗯 所以小時候對這個功夫的學習 是非常這個強烈的 嗯 所以但是 後來也是緣分吧 碰上我現在這個師父 嗯 從此他領導著我走上這個學藝的道路 你是不是真的想去少林寺學的 啊是 我的師父是這個少林寺的前任總教頭 嗯 哦 學了多少年啊 啊我從十歲開始學藝 到現在已經二十六歲了 哦十歲學到現在二十六歲 對對對 哦那中間是不是很辛苦啊 嗯 有沒有被老師或者師父打的 嗯 這個打它是有是有的 因為學學武術在這個所有的行業裡面來說 可能是比較辛苦的 嗯 因為他講了就只有四個字 情學虎練 做到情學虎練 可能自己從各方面的意志來講 可能是難以去堅持 在這個時候 師父有時候會有一些嚴厲的管教啊 那都是非常很好的 所以現在回想起來 師父當初的那種嚴厲的教導 現在來說還是很感謝的 嗯 因為我都看了這些電影呢 被老師被師父打 又要摘馬 又要摘馬 又要什麼的一支香在下面 等一下會釣著 那些是不是真的 哈哈哈哈 這個它沒有 哈哈哈哈 好苦練啊 那只是在學習這些功夫的一個技術之上 嗯 一種對自己的一種要求的練習 嗯 為了呵知自己能夠堅持多久 嗯 達到某一些功夫的一些力度 所以可能會施加一些這些 附加一些這些 比如說放一些香啊 磚頭啊 或者踢水桶啊 這些之類的道具來練習 有刀釣啊 那些是必須的練習啊 是一種事前的功夫啊 還是戲劇效果不是真的 是真的 因為在這個武術裡面 我們經常講的話是 功夫就來源於生活 嗯 可能在我們這些無形當中 你做的某些動作 它都是功夫 嗯 就像你說那樣 倒吊著 我們練的是腿力 腰力 可能你倒吊的時候 你還要起來 嗯 起來之後你還要 比如說你下面放一個水桶的時候 你上面掛個水桶 你怎麼樣去把這個水桶裡面的水 用杯子把它整到上面那個水桶 你在這個運行的過程當中 無形當中 你就練進了一聲腰力 是啦 我想問一下你呢 你這次得十歲 年輕人當然很想玩的啦 嗯 很橫皮很跳皮 比老師 逼著要練這些東西 你的心是很怨恨的啦 或者 旁邊有東西玩 我沒有東西玩 那你在那個時候 或者你 要練五十下 掌上壓的時候 你怎麼感恩 就是在那個情況之下 你怎麼可以用感恩 你現在之後 你就覺得那個老師很好啊 感恩他訓練你啊 要不然你也不會那麼有力啊 但是在那一刻 你的功夫還沒到家的時候 嗯 在那捱緊的狀態之下 你怎麼感恩 嗯 剛剛您說的這一點 他只是在練習的一個過程 首先要感謝師父 是他教導我們這些方式去磨練 磨練我們的意志 嗯 那同時也要感謝自己 如果當初不咬牙堅持 不堅持到底 嗯 或許你就不知道 練就這些之後 你能夠達到某一些功夫 所以也挺感謝自己的 哇很好啊 廖師傅帶出一個 就是說 同時感恩 Double贏啊 就是說感恩師傅 從來都感恩自己 自己接受這個挑戰 是你自己選的 是 不要後悔 還有呢 當你沒看到好的結果出現之前 嗯 都是要感恩 感恩這個機會 去學習 是 哇真的很好啊 我又學了東西 哈哈 哈哈哈哈 阿佑倫身上學了東西啊 拍照啊 又在照片身上 原來感恩自己先的 是最重要的 好了 那我又問問你明哥 那你現在這份工作 經常做牌範啊 那你家人有沒有怨你啊 哎呀 那麼少時間陪家人啊 經常估人 你都沒有陪家人 有沒有這樣的事發生的 就其實家人都一起在那裡 大家一起感受到 我們面臨基業的壓力的了 嗯 還有大家一起可以感恩到 社會能量幫到我們 嗯 因為我太太在一起做的 哦 你太太都是要工的份子 那自從做了這個活動之後 反而令到我們的生意穩定了 嗯 那就其實大家一起在那裡 一起感恩得到 社會上的力量幫到我們 哦 即是家人不會說 懷願你少一時間陪他們 經常顧著外面的人 那我女婿那時候讀書 都是星期五放學 我們要求她回來公司 就一起出去派飯了 那我想問你現在開始 每一個星期是怎樣去派飯 什麼時間 就我們在最低工資之前呢 開始就一直堅持到現在 嗯 就每個星期六都去活動一次的 嗯 嗯 那由開始幾十個飯盒開始 嗯 做到現在每個星期六都要做四百個 哦 四百個 那就是因為這樣很多 社會上面的有心人士 支持我們的活動 還有我們將我們的活動一路伸延到 例如長者 嗯 還有老宿者 還有外籍人士都有 哦 外籍人士 那些 我們現在都研究了那些南亞瑜的食譜 南亞瑜的食譜 怎樣可以幫到南亞瑜的老宿那些 啊 那麼好啊 那我們都會去到油麻地那裏 排問給他們的 哦 哦 哦 反爲那些受惠的人呢 跟你說一些東西啊 或者有些什麼回歸你 或者什麼令到你很感動 相對你又感恩回他們的 其實我們一路活動呢 都是用一種愛的心去對他們 嗯 還有有時產生了一些大家的誤會 哦 誤會的 出現了問題啊 都會用一種調解 最後能夠寬恕到他們 哦 那我就不想記住那些受惠的心 為什麼會派飯給他們 他們很感恩 有的 有的 有時他拿了一份 是 他說他太太也沒有 我再給他 給完他之後 再回頭再拿水果 我們就不給他了 因為一份水果一份飯盒跟著 哦 就是他們要額外多些 是啊 那我們的義工就會不給他 趕他走開 拿了兩份了 那他就會在那裡吵 吵 那我就會回頭和他們談 那最後他能夠 解決到問題 那我們就不會記住那些受惠的心 哦 就明白到 還有一路 活動裡面 一路 將我們那個活動怎樣改良 檢討 這樣才會做得好一點 嗯 就是你會 因為他們有這樣的事情 覺得好像很失望 為什麼會這樣幫人 都會有這樣的現象出現 你完全不會這樣 不會的 其實我們現在越辛苦 就越做得開心 嗯 就是不僅是感恩香港所有的有心市民 又感恩到很多傳媒 有電路知識的人 幫我們的信息帶出去 是啊 全世界 起碼都有成三萬一個國家 哦 那些人都由我們的信息收到的了 哦 都會來參與我們的活動 非常好 好啦 那我又問一下 有老師 那你覺得 我們講一講感恩 很重要 那你覺得 有了感恩 這個念頭 或者這個做法 和未有之前 有什麼特別不同 嗯 就是我想人就有 就是有高低的情況 那我真的很感恩 認識到我的學生 因為其實相反 我在他們身上學到一些東西 嗯 就是他們給我力量 嗯 我也曾經寫過一篇文 其實他們是我的心上人 就是譬如 是 因為譬如看見 他們有時身體的痛楚 或者經常要做手術 就是有時做得不好 要再做 那你見到他們都 很多時候都笑臉迎人 就是不會說 就是放棄自己 那你回到自己身上的時候 那你見到那些學生已經這麼勇敢 那你自己好人好正 就是更加 就是更加要好去面對你遇到的高低 嗯 我也覺得是對的 就是不要經常打算是 就是他們是需要我們幫的 是啊 其實不是的 是 是 他給了好正能量 他幫回我們 我經常都有這樣的感覺 是啊 真的很好啊 那你不是很開心嗎 做到這份工作 開心的 還有對於這麼有能力 還有他們有時好少少的進步 或者他們那種的投入感 其實已經很感動 是啊 哈哈 那我問一下 廖師傅 你現在是否全職是教功夫的 對 那從中 有沒有在學生身上學到東西 或者你感恩的學生什麼 感恩學生 嗯 首先我很感謝現在我的公司 嗯 其實我感謝我現在還在 追隨我學習這個少林功夫的這些學員 嗯 我感謝他們能夠在背後默默的支持我 嗯 感謝公司能夠給我提供這個平台 嗯 讓我現在有機會在這裡產生這個 中國非文化物這個物資遺產 嗯 少林功夫 嗯 讓我能夠繼續鴻揚這個少林的文化 嗯 所以這一點我很感謝 很感恩 好 我待會看看有沒有機會 給你露一下 讓我們的市民學一下 你的什麼法斷感 看看有沒有機會先 好了這一次我們停一停 我們先喝水回來再下一次 我們先喝水回來再下一次